几天道竟被人无视了 当即开口道 你当老夫这里是什么地方 说来便来 说走便走 这里好像是野外 怎么就成你了地方了 奈何却不敢说出来 只能恭敬地说道 那前辈想怎么办 回答完老夫的问题 方可离去 奈何不敢拒绝 不知你想问什么 你来自清廉哪一方势力 李源秦奈何 来自秦家 秦莫商是你什么人 前辈竟然认识秦莫商 他虽是少主 但品格很差 我与他关系也不好 听这口气 似乎秦莫商在秦家之中 人缘并不好 你在此地待多久了 我每隔十年来巡查一次 这是我第一百次来到这里了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巡视 当然是因为规则 前辈既然是真人 应该知道地分九界 划分两边 真人不得轻易越过界限 陆千山瞬间明白了 所以你们就派了 接近真人的修行者 充当自由人 无视这条规则 没错 但也不能逗留太久 这也解释了 当初在雪山之巅的时候 秦莫商身边 只有一个鬼 按理说 清廉世界的修为这么强大 应该很容易拿下其他器杰 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 现在看来 是受了天地之间规则的束缚 但这也不知是好是坏 平衡既保护着他们 也束缚了他们 你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为了寻找太虚种子 太虚种子 就是那三万年一成熟的太虚种子吗 秦奈何点点头 不止我们在找 叶家真人也在找 还有圣殿 你们运气好 碰上了我 手下败将 还敢嚣张 我并非嚣张 而是实话实说 其他家族办事 喜欢杀人灭口 出手就是杀兆 那你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 因为我讨厌这个规则 为什么一定要相互残杀呢 一起探究天地奥妙不好吗 还真别说 这家伙的脑回路 有点道理 秦天道继续问道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里光注冲天 我怀疑有什么宝物现实 便过来看看 只是这样吗 信不信有你 我曾在金连世界待过三天 在那里见过一个叫江文虚的人 将天外天的事告诉了他 他也是很怀疑 你去过金连世界 还见过江文虚 那是三百多年前的事了 上头发现金连世界有异动 便派我查看情况 那江文虚倒是有趣 想尽了人间富贵 江文虚已被老夫斩杀了 秦奈何并不惊讶 死了也好 前辈好像也来自金连世界 秦天道没有否认 秦奈何心中有些惊讶 没想到三百多年过去 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想当初 金连世界最强者 只是个寿命大陷将至的老家伙 秦天道往前走了两步 睁大你的眼睛 看清楚了 看着眼前先锋倒鼓 眼神深邃的老者 秦奈何大吃一惊 竟然是你 秦天道面色严肃 你所说的将死之人 便是老夫 秦奈何下的再次后退 秦天道手中雷钢卡随时背着 你见过老夫吗 怎么可能 三百年前 你还是将死之人 到如今竟成了真人竞高手 秦奈何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像个局外人似的 观察金连世界的变化和发展 时间过去太久了 他早已忘记了 秦天道的模样 连名字也忘了 没人会记住 一只渺小的蚂蚁的长什么样子 可如今 这只曾经的蚂蚁 竟变成苍天大树 站在了面前 这怎么可能 三百多年修成真人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秦奈何摇了摇头 不可能 这三个字 老夫听腻了 在老夫这里 没什么不可能 若金连出了真人竞强者 平衡会被打破 太虚不可能不管的 秦天道不以为然道 秦连出了那么多真人 金红黑白七戒 夹起来一位真人都没有 你认为 这是平衡吗 秦奈何说道 前辈您忽略了凶兽 人类的修行者是弱了一些 但盘踞在这些地界的凶兽 普遍更强 一头兽黄 便相当于一位真人 更何况 在广袤无边的未知之地里 那些圣兽 更远胜于真人 人类与凶兽达成平衡 人类与人类达成平衡 凶兽与凶兽达成平衡 才是真正的平衡 秦天道摇摇头 真是可笑的平衡 老夫可不认可 未完待续 太可笑了 竟有人 想用平衡理论 压制秦天道 秦天道对此不屑一顾 陆千山也疑惑道 如果真有平衡的话 那太虚 为什么不允许你们越过界限 秦奈何一时语色 这个无从回答 无从说起 陆千山自问自答 有没有可能 你们清联在太虚的眼中 也是一群蚂蚁 一切规则 只是他们随意定的 这个脑洞就更大了 说得秦奈何 更是没法反驳 过了许久 秦奈何看向秦天道 除非你身上有太虚种子 秦天道则是眉头一皱 似乎还只有这一个逻辑 才能解释得通 恰好陆天通留下的书里 记录了这一点 陆天通在三万年前 获得过一颗种子 那么陆天通是因为 修成真人静 才被太虚抓走的吗 以后随着自己和徒弟们的 修为不断提高 早晚都会引起世人的注意 老夫说没有 你信吗 我信你个鬼 遭老头子坏得很 不管怎么说 平衡已经被打破 相信要不了多久 太虚中人便会出现 我能说的已经说了 两位我可以走了吗 秦天道摇摇头 不如老夫和你打个底 平衡者不会出现 不对 三个月内一定会出现 为什么会是这个时间 我也不知道 只是一种直觉 很好 三个月后 清风谷与老夫会面 若是害怕 可以不来 说完 秦天道转身离开了 陆千山紧紧跟在后面 目送二人离去的背影 秦奈何嘀咕了一句 不是没打赌吗 虚影一闪 秦奈何消失了 秦天道他们回到丛林里 陆千山疑惑道 陆真人 为什么不了结了他 此人留着还有用 万一他不再出现了 秦天道何吃道 你的话有点多 陆千山连忙闭嘴 附近等待着的重修行者 看到秦天道返回 皆是一脸难以置信 这里暂停一下 想谈恋爱的兄弟 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 满足你要求 还对你心动的女生 去牵手啊 不怕提要求 要求越多 帮你找得越准 找对象 就用牵手 秦天道扫了众人一眼 不能让他们 回去瞎传老夫的事 否则势必会引起注意 记住 老夫并非陆真人 今日只是破了九区幻阵 仅此而已 众人攻身 连声答应 原来真是摩天阁的阁主 今日得阁主指点 我等三生有幸 定不负前辈期望 秦天道满一点头 踏地而起 朝着远处飞去 陆千山没说话 便连忙跟了上去 这时 躲在暗处的秦奈何叹息一声 这一掌 不是真人 却胜似真人 秦奈何知道真人的力量 却对这一掌 充满疑惑 宫殿中 一名侍女开口道 主人 圣殿传来消息 说是黑莲出现了奇怪的力量 但公正天平没有反应 知道了 保持和圣殿的联络 属下遵命 还有 密切关注白塔 必要时派遣圣寿前去帮忙 侍女欠身离开 这是一个虚影出现 兰西河 你已回归太虚 不应该再参与太虚以外的事 九界的平衡 自有平衡者去处理 我希望你能把时间放在修行上 兰西河点点头 我明白了 紫色虚影转瞬消失 与此同时 积天道和陆千山 从黑莲返回了红莲皇宫 积天道一回到养生殿 便继续阅读陆天通留下的那本书 老夫窥见道之力量 一心问道至尊 却被天地稚固所困 传言未知之地 有解开稚固的秘密所在 老夫前往未知之地 得见九界 于未知之地 历经三十余载 杀兽皇两头 兽王十头 其他不计其数 天地万物 皆因守恒 老夫得天书残卷一份 领悟天道 只差一步 便可成万古至圣 可惜功亏一篑 顾留遗书一份 忘有原人得知 看完之后 那遗书竟主动化为飞灰 接着那些光点 竟比变天书符号 积天道心生惊讶 居然是天书的一部分 丁 天书开卷 请问是否使用 积天道默念了一声 使用 一瞬间 天书变得不再那么陌生 这次会是什么神通呢 积天道闭上眼睛 开始参悟那些新加入的天书字符 他的身上出现了点点的星辰之光 若隐若现 未完待续 积天道终于得到了新的天书开卷 参悟后将获得新神通 四日上午 明世音和朱红共看着演武场上的战况 还是四师兄 你有办法 找来了大师兄 演武场中 于上荣和于正海 打得难解难分 因为境界上的不同 双方不好衡量修为 故而在切磋时 只是用十页以下的修为比拼 打了两天两夜 也不见分晓 明世音笑道 你懂得屁 就算我不找 大师兄也会来 四师兄教训的是 我要是有四师兄一半聪明 也不至于天天挨走 明世音摇摇头 你这呆子 好歹已经十一夜了 连二师兄一招都接不住 传出去丢人步 朱红共小声嘀咕了一句 还不是你们太变态了 要不我去找四位长老 切磋切磋 一旁的左玉书开口道 妾身怎么有点腿疼 老朽这几天也天天头疼 真的老了 动不动就喝醉了 四大长老竟然边走边说 很快消失了 明世音笑了笑 你还是换个练手的对象吧 很显然 他们不适合 四师兄 这回您错了 我就喜欢和他们切磋 说完 朱红共纵身一跃 朝着四位长老远去的方向追去 明世音哭笑不得 真是服了 这家伙还是欺软怕硬 忽然 明世音看到一个黑色影子 一闪即逝 胆子不小 敢来这里闹事 狗子 我们走 明世音带上穹旗 迅速追了上去 京都以北的空地上 一人说道 萧云河我们找了你很久 你很会躲吗 数名修行者将萧云河围在中心 萧云河露出笑容 这是夏争荣的意思吗 夏争荣是谁 也配指挥我们 本座担任黑塔塔主的时候 而等还在玩泥呢 说吧 是谁指使你们呢 黑风崖一战 萧云河与夏争荣大战三天三夜 双方元气枯竭 萧云河获胜 这里暂停一下 找对象别凑合 上牵手 里面大多名校毕业 既要条件合适 又要三观庆 找对象就来真的 牵手全面信息多重审核 假人秒封 找对象 就用牵手 返回时 却遭到了这帮神秘人的伏击 乌朝利用巫术 将其送到了红莲世界 却没想到 这帮人却追了上来 萧云河并不认识这些人 他们使用的钢器 明显不是纯正的黑莲修行者 萧云河 你偷了我们的东西 这么快就忘吗 今天你死定了 萧云河摇摇头 只怕死的是你们 没想到你死到临头还嘴硬 这里距离皇城不到十里 你可知这是谁的地盘 只要你们敢动手 我的朋友会立刻赶来 他只是在装腔做事 咱们速战速决 说话间这帮人就要动手 汪汪汪 一声狗叫袭来 众人看了过去 明世英牵着穷奇 出现在众人跟前 这里这么热闹 清廉修行者面面相去 同时也注意到了 明世英的宠物穷奇 这里没你的事 最好不要管闲事 小子 多管闲事的下场 往往都很惨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从我们面前消失 怎么能没我的事 这不是萧塔主吗 萧云和心中大喜 原来是四先生 尊师可好 好的很 你怎么被人堵扎 见二人聊得热火朝天 那些修行者 眉头一皱 家师前些日子还问起你 你和夏政荣谁隐望 萧云和叹息道 虽然侥幸获胜 但不小心遇到了一群老鼠 明世英抬头看了一眼中人 大家给个面子 回头请各位喝杯茶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阻拦我们 说着变动骑手来 明世英凌空后翻 躲开了攻击 我们先解决此人 再杀萧云和 此人的功法生机勃勃 是一门上乘的修行之法 宠物乃是上古凶兽穷奇 大家小心些 没关系 火克木 可以烧死他 众人达成一致 遮天蔽日的烈焰 向着明世英烧了过去 汪汪汪 小奶狗穷奇直接变换形态 巨大的身躯 挡在了明世英面前 萧塔主 对不住了 这些人太强了 我先走一步 回去搬救兵 萧云和一脸无语 这家伙跑得可真快 大哥 追还是不追 我们的目标是萧云和 没必要追丧家之权 众人折返了回去 将萧云和再次围住 你所谓的朋友 已经弃你而去 萧云和摇摇头 若在我全胜时期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你在巅峰状态 我们确实打不过你 所以今天必须要你的命 众人纷纷聚集能量 准备一起将萧云和轰杀 未完待续 积天道的四徒弟 竟然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遭遇强敌 竟然转身就跑 只留下萧云和 独自一人断后 萧云和眼神冷烈 你们敢在这里动手 真是找死 忽然闪过一道虚影 手中寒芒乍现 速度像是一道闪电 将其中一人击杀 寒光闪过 明石英的身影出现了 不愧是摩天阁最强老六 一招秒杀实力 远胜于自己的敌人 他居然还敢回来 真是个阴险狡诈的人 他手中的武器像是红级 先解决了他 明石英收起离别勾 不好意思 我走错路了 你们继续杀他吧 狗子 还不快逃 穷奇早就习惯了主人的风格 尾巴一夹 掉头就跑 在场的修行者破口大骂 从未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对手 萧云和叹息道 四先生 你走吧 感谢你的好意 说完 他直接燃烧了丹田汽海 准备和这帮人同归于尽 他是在自杀 快用阵法 瞬间无数道光圈 向着萧云和飞去 萧云和忽然发现 丹田汽海竟被禁锢了 糟了 这下死定了 就在这时 远处天空一道虚影闪烁而来 那虚影的速度前所未见 众人本能地抬头看了过去 只见一位先锋倒骨 白发苍苍的老者 立誓出现了 他面色从容 不怒自威 何人敢在老夫的地盘放肆 当即掌心下压 一道金色的泰玄掌印 从天而降 众人面露惊讶之色 掌印顷刻间 将他们的阵法击碎 光圈震开 在场众人都被这距离击退 同时闷哼一声 气血翻译 明氏因面带喜色拱手道 弟子拜见师父 积天道俯看下方众人 疑惑地扫了明氏因一眼 你传信为师 就为此事 这里暂停一下 找对象别凑合 上牵手 里面大多名校毕业 既要条件合适 又要三观契合 找对象就来真的 牵手全面静息多重审核 假人秒锋 找对象就用牵手 明氏因尴尬地说道 师父 这些家伙实力不弱 还是请您出山更稳妥 萧云和开口道 陆兄你要是不来 我就惨了 萧云和之所以一路逃到红莲 目的就是要找到积天道 在萧云和看来 什么未知之地 什么神秘强者 都没太虚大佬的走促 在场众人面色惊讶地 看着积天道 这人好像很强 但也不是不能对付吧 再试一下 使用佛门粉咒 说完 他们立刻发出缠缠佛音 萧云和看向明氏因 正要说什么 明氏因却拉着穷奇转身逃走了 萧前辈 我先走一步了 萧云和无语了 这家伙是属尼丘的吧 这时地面微微颤动了起来 他们的脚下 生出一道道淡淡的光圈 我们一众兄弟 修行巫术与佛法千年 在未知之地中谋生 所得命格上千科 斩杀凶兽百万头 老头快认输吧 这佛音风暴 整整持续一刻钟左右 这些人停了下来 深吸一口气 这老头 好像一点事都没有 不可能啊 没有人可以在大反应下 完好无损 要不再试试 说完众人合力 发出一击 积天道调动天书之力 一挥手将他们攻击化解了 这就很尴尬了 他们在未知之地谋生多年 何曾见过这样的敌人 就算是真人尽强者 也不应该这么轻松 再来 使用巫术 众人配合得非常默契 百米高空 黑紫的光线迅速编织成龙 萧云和赞叹不已 这些家伙的手段不简单 一旁的明世音问道 他们好像来自清廉 但为什么能掌握黑紫色的钢器 天地本为一体 上为天 下为地 地分九界 九九归一 他们为何能用其他世界的颜色 你怎么知道 天下分为九界 我七师弟告诉我的 我也在那门 我为什么不是十界 一百界 有先贤猜测过 世界本为一体 后来不知道为何渐渐分开 那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呢 色彩这东西 红严重了就是紫 紫严重了就是黑 黑其实也是青的一种 这是天空中的巫术 来了来了 积天道再次出手了 巨大的佛祖精神 毅力当空 太玄之力天生克制巫术 巫术丝毫不能伤他分毫 甚至连半寸都进不去 和他拼了 众人一拥而上 积天道点点头 轮到老夫了 骑手大神通术 一掌拍出 万法歼灭 那所谓的巫术 顷刻间土崩瓦解 进攻而来的众人 也在一瞬间被击飞 明师音摇摇头 我怎么感觉对手并不强 萧塔主 你堂堂十一命格 怎么被追得这么惨 连这些菜鸟都打不过 萧云和解释道 我刚与夏征荣决战结束没多久 受了重伤 一般而言 修行者一旦被击成重伤 如果没有治疗手段的话 后续的命格 基本等于白颂 有命格 也架不住重伤 还好有陆兄在 我又欠了他一个大人情 战场上几乎是 全方位的吊打和碾压 这种暴揍状态 大约持续了一刻钟左右 积天道缓缓落地 一切安静了下来 积天道来到五兄弟面前 还要继续吗 他知道这些人不简单 但谁让泰玄之力 天可巫术呢 大哥 他太强了 咱们打不过 积天道问道 你们叫什么 我们是五行联盟的首领 我叫孙木 这些是我兄弟 湛京 苏水 山火 流土 积天道接着问道 你们来自何处 我们是清廉世界的散修 散修 能达到这样的实力吗 老前辈 我们掌握了修行之法后 便进入了未知之地 在里面待了上千年 这才有了现在的修为 另一人也说道 我们也是想要回自己的东西 才闯入此地 还望老前辈开恩 积天道点点头 你们可认识魏敬业 和魏江南 苏水表情一宁 这兄弟俩 是未知之地有名的混子 老先生怎么会认识他们 这里暂停一下 找对象别凑合 上千手 里面大多名校毕业 既要条件合适 又要三观庆 找对象就来真的 千手全面信息多重审核 假人秒封 找对象就你千手 老夫只是在未知之地见过他们 你们清廉世界的人 为何要待在未知之地 老前辈 清廉修行者众多 对命格和资源的需求极大 我们这些没有靠山的散修 只能抱团闯入未知之地 求一线生机 我们本想凭借采集到的玄命草 加入幽灵捕猎队 入了捕猎队 也就有了靠山 今后在未知之地 也算能立足了 没想到却被萧云河给偷走了 萧云河有些尴尬 没想到是自己闯祸了 积天道疑惑道 你们要加入幽灵捕猎队 没错 但前提是 必须要找回那棵玄命草 积天道摇摇头 只怕你们再也不能加入幽灵捕猎队了 老前辈为何这么说 因为他们已经全部被兽黄鹿无所杀 这些人全都愣在原地 梦想破灭了 积天道说道 玄命草 只怕无法还你们了 但老夫可以给你们一处容身之地 容身之地是什么意思 老夫可以破例 允许你们加入摩天阁 众人面面相觑 充满了疑惑 摩天阁是什么地方 有幽灵捕猎队十分之一厉害吗 对 如果有十分之一 我们便考虑加入 明世音笑道 你们还想考虑一下 想入摩天阁 还得看你们的表现呢 这群人有点不知所措 摩天阁实力很强吗 明世音开口问道 你们的修为多少 平均六命阁左右 明世音指了指萧云河 那位是黑塔塔主 萧云河 曾是十二命阁的高手 想入摩天阁 还得需要我师父点头才行 此话一出 令众人眼睛睁大 惊讶不已 明世音继续道 那个什么幽灵小队 有多强 一人回答道 队长曹舌春十五命阁 断体高手 一身傲骨堪比红级武器 明世音吓得差点摔倒 这么强吗 这还只是他个人 队伍中每个人都很强 是未知之地里 最擅长生存的队伍 明世音有些尴尬了 看来无法贬低他们 然而 积天道却轻飘飘地说道 老夫已经将他们全杀了 这群人再次愣住了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积天道直接甩出一件兵器 四十人的队伍 唯有这件武器 勉强入老夫法眼 言外之意 其他的都懒得见了 明世音也跟着咽了咽口水 他知道师父去了未知之地 也知道师父在未知之地 遇到了陆武 但并不了解捕猎队的事 未完待续 积天道一句话 打碎了清廉修行者们的幻想 那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已经死在老夫手中了 这帮人低声议论起来 他好像强得离谱 能杀曹舌春 搞不好是真人级别的高手 这样的人能瞧得上我们 真是三生有幸 孙木上前一步 请老前辈收留 积天道点点头 你们想清楚了 我们想清楚了 老夫的摩天阁 坐落于金莲世界 未来摩天阁 也许会遇到 比曹舌春强百倍的敌人 即便如此 你们还愿意加入摩天阁吗 五人面面相去 又露出了一副怎么办的模样 积天道又补充道 一旦入了摩天阁 老夫自当闭户等 这句话终于使他们下定了决心 我等愿意加入摩天阁 积天道满意点头 敌人越来越多 是得多拉拢一些高手 以防万一 一旁的萧云和开口道 恭喜陆兄 又增加一群猛将 进入了摩天阁 悬命草之势 便就此作罢如何 但凭阁主大人做主 多谢陆兄 替我解围 积天道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受伤了 萧云和点点头 我与夏争荣大战两天 本以为可以大胜 没想到他有一件 防御极后的盔甲 勉强获胜后 夏争荣承诺离开黑塔 没想到返回时 遭到了伏击 可惜了我那帮兄弟 这时孙木说道 我们只针对你 没针对你的朋友 你们和夏争荣真的无关 当然 我们虽然实力低威 但也不是滥杀之人 萧云和轻哼一声 果然是夏争荣干的 好了 先回皇城再说 很快 一行人返回了皇城 御花园中 几天道开口道 老夫有些问题 你们要如实回答 阁主请问 我们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很好 秦莫商现在何处 您说的是秦家少主吗 此人人品很差 听说未知之地 被人拿走一命阁 这里暂停一下 想谈恋爱的兄弟 是不是身边 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 还对你心动的女生 去牵手啊 不怕提要求 要求越多 把你找得越准 找对象 就用牵手 后来去了秦真人的道场 很久没出现 这些和之前 秦天道所掌握的信息一致 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撒谎 秦天道接着问道 清廉有多少真人 具体有多少真人 没人知道 传说太虚之中 有一件神物 可感知天地平衡 一旦失衡 便会派遣平衡者 解决问题 秦天道忽然想起 蓝锡河离开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的 怪不得蓝锡河 要找一位接替者 成为白塔塔主 难道 天地之间 真的存在这种平衡 平衡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 或者说 因为秦天道变强了 为了保持平衡 蓝锡河就必须得离开 若真是如此的话 身怀太虚种子的徒弟们 早晚会影响平衡 这是个大问题 明面上有四位真人 来自四大家族 叶家真人叶无天 秦家真人秦人月 拓拔真人拓拔司成 范家真人范重 叶家和秦家 是秦天道重点注意的 因为已经结下了梁子 四大真人的关系如何 很微妙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又大打出手 我们只是混迹底层的修行者 哪里知道他们的关系 这时 斯乌亚走了过来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 秦天道介绍道 这是我的七徒弟 斯乌亚 七先生有问题 但说无妨 地分九界 按理说 除了清廉 还有两处未知之地在何处 你竟知道地分九界 斯乌亚笑而不语 传说 天地本为一体 后来逐渐分开 以未知之地为核心 九九归一 剩下这两处 便是清廉 而且并地相生 斯乌亚心中一动 竟然有两处清廉世界 没错 我们就生活在墨青之色 并地相生之地 是最原始的混沌原型 斯乌亚眉头微皱 为什么会并地相生 我们听说以前发生过神魔大战 才相互融合 斯乌亚点点头 走到积天道面前 师父 基本上可以确认了 积天道跟着点点头 为师知道了 这时斯乌亚拿出一幅画 明是因好奇地走了上去 眼睛睁大 不会吧 萧云河也走了过去 只看了一眼 便愣在了原地 清廉众人 也纷纷露出惊讶之色 这是哪里的地图 斯乌亚疑惑到 你清廉的强大 应该早就知道 何故如此惊讶 未完待续 积天道收复了一帮清廉修行者后 斯乌亚才知道 世界竟如此之大 清廉修行者开口道 我们自幼在清廉长大 听说曾有很多伟大的修行者 为了让世人看清楚整个世界 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没能探索出天外天的全貌 斯乌亚摇摇头 不应该啊 以你们清廉的修为 早就应该周游世界了 你错了 未知之地太大了 要想横跨过去 即便是真人境界 也至少需要三年 像我们这样的底层 若无符文通道 只怕几十年都横跨不了未知之地 似乎亚却摇摇头 你说错了 其实还有一条进路 那就是太虚世界 太虚世界 应该就在九界的最中心 你是在质疑先贤们留下的真理吗 有质疑才有进步 前人留下的东西不一定正确 否则为何至今为止 还没搞清楚天地置骨的秘密和原因 小子你修要胡说 至今为止 还没人见过太虚修行者 所以 有没有太虚还不一定 一定有太虚世界 因为白塔塔主兰西河 便是太虚中人 这下清廉修行者 哑口无言 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似乎亚之所以相信自己的推论 一方面是因为他研究很久了 但最关键的是 师父给的那张羊皮骨 这时 萧云和开口道 想知道太虚有何难 问陆兄不就知道了 积天道点点头 老夫更偏向于斯乌亚的推论 但孙母说的也有道理 萧云和心想 陆兄这招实在是高 既照顾了新人的脸面 又佐证了推论 积天道看向众人 你们出入摩天阁 就让审护法带你们了解一下 以后跟着老七做事如何 但凭阁主吩咐 说完 众人便离开了 积天道看向斯乌亚说道 这张图你有多大把握 师父 弟子至少有九成 很好 这些人以后就听你吩咐了 师父 弟子怕这些人难以管教 这里暂停一下 找对象别凑合 上牵手 里面大多名校毕业 既要条件合适 又要三观契合 找对象就来真的 牵手全面信息多重审核 假人秒封 找对象就用牵手 为师相信你的能力 他们要是敢造次 为师会出手的 弟子明白了 斯乌亚说完 公公静静离开 明世音也开口道 师父 弟子也先行告退了 养生殿中 只剩下了 积天道和萧云和 萧云和 你受了重伤 再不治疗 只怕是要躺上三个月 萧云和拱手道 那就有劳碌兄了 积天道当即施展天书神通 将他的伤势 治愈了一大半 萧某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那便是和陆兄结为朋友 积天道开口道 还不把玄威石拿来 那可是治疗废用 萧云和一脸无语 原来惦记着自己的宝贝呢 积天道疑惑地看向他 怎么不愿意吗 陆兄多次救我于危难 区区一块玄威石而已 我有和射部的 即便是你不说 我也要送给你 说完 萧云和从怀中取出玄威石 交给了积天道 但他的心却在滴血 难受想哭 这玄威石 可是提升横击武器的珍稀材料 陆兄 我就先走一步了 说完 萧云和转身离开 积天道则是看着 丝无牙留下的那张图 心中暗想 太虚到底在哪呢 人类修行者探索这么久 为什么发现不了呢 等系统升级以后 务必要再深入一次未知之地 或许在未知之地的核心地带 能找到一些答案 除此之外 到底是什么 在操纵着天地制宫呢 当务之急 还是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感知了下太玄之力 已经恢复了一半左右 这第八个神通是什么呢 一天一夜的参悟 都没有掌握这个神通 算了 先提升一下武器 积天道现在有两件合级武器 魏鸣剑和紫琉璃 剩下的武器 就只有凡龙印比较合适了 积天道当即使用炼化符 和一百份黑药石精华 提升凡龙印 然后闭上眼睛 参悟天书去了 转眼两天过去 积天道听到一声脆响 丁 凡龙印提升到合级 特殊效果 力压千军 积天道并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效果 需要找机会试试才行 还有第八个神通 也终于参悟成功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时 太玄之力化作点点荧光 包裹着积天道的全身 他的身躯若隐若现 像是有点透明似的 但持续的时间短暂 大约几个呼吸之后 又恢复正常 未完再续 太逆天了 积天道觉醒了心神通 无量神意 使用后能暂时收敛气息 消失在别人的视野里 其他效果就暂时不得而知了 积天道收起思绪 取出升级卡 他没有着急使用这张卡 而是先传令下去 所有人不得擅自靠近养声殿 又观察了所有徒弟的情况之后 积天道默念了一声 使用 令积天道不知道的是 当他使用此卡的一瞬间 未知之地 乌云滚滚 迷雾涌动 天空变得更加昏沉压抑 地表上的凶兽 纷纷抬头张望 感到末日即将来临时的 皇城之外 于上荣抱着长生剑 迎风而立 怎么忽然起风了 一旁的于正海开口道 京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 恶劣的天气了 师兄弟二人并肩而立 看着很快被乌云遮住的天空 二十点 今日先不切磋了 如何 同意 气氛不对 优先抵御外敌 一座宫殿之中 侍女嵌身道 主人 圣殿传来消息 公正天平倾斜了 蓝锡河睁开了眼睛 这么原因 现在原因不明 圣殿正在调查 不排除有新的真人镜强者出现 蓝锡河摇摇头 出现真人的可能性很低 即便是 吃下了太虚种子 也不可能三百多年时间 突破真人镜 主人是说 有真人镜强者 越过红线了 蓝锡河沉默不语 他也不能确认 侍女嵌身道 奴婢会继续打听的 蓝锡河收起思绪 闭上眼睛 继续修炼起来 未知之地的陆吴 微微抬头 天空电闪雷鸣 不计其数的飞行凶兽 朝着西方飞行 其中步伐足以遮天的千丈大鹏 陆吴喃喃自语 平衡又被打破了吗 兽皇 吃我一枪 端木生手持霸王枪 朝着陆吴刺来 这里暂停一下 找对象别凑合 上千手 里面大多名校毕业 既要条件合适 又要三观清 找对象就来真的 千手全面信息多重审核 假人秒锋 找对象就用千手 陆吴看也没看他 一找将其拍飞 陆吴面容严肃 真人镜强者 真的要来了吗 每当尸横出现的时候 总会有大量的凶兽迁移 直至尸横消失 陆吴 再吃我一枪 端木生不屈不挠 再次朝着陆吴横飞而来 陆吴没理他 反而拿出一颗命格之心 把他吞噬了 端木生摇摇头 你不是说 等我融合完成之后 再用命格之心吗 来不及了 你需要加快速度 修行之道 罪计急功近利 我师父说过 要循序渐进 陆吴抬起头 没时间了 你要越快越好 端木生接过命格之心 陆吴 到底什么是平衡 陆吴摇摇头 表示不知道 端木生继续问道 那端木真人有多强 实力当然远胜你的师父 不可能 我师父从未败过 你对我师父了解太少 陆吴不以为然 只不过 他懒得跟端木生抬杠 少主 端木真人 可是你的先祖 先祖又如何 我师父是无敌的 好吧 你赢了 你七师弟说过 你需要大量的命格之心 这些交给本皇了 红莲世界 沈夕带着众人 觐见了当今皇帝李云征 也讲述了一些皇宫的基本规矩 以及摩天阁的基本现化 五行联盟的人 倒也低调 在城墙下论道的四位老人 是摩天阁的四位长老 也是最早加入摩天阁的元老 众人同时观望了过去 怎么才实业修为 这也太弱 诸位可不要小瞧四位长老 他们本就是难得一见的修行奇才 不如千界 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沈夕又带着众人来到另一处宫殿 这是阁主的第八位弟子 诸红贡 阁主的清传弟子 修为应该不简单 话音刚落 诸红贡 祭出了他的法身 一闪即逝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是众人一眼就认了出来 竟是百节动名 这也太垃圾了 难道摩天阁就没有强者吗 沈夕解释道 各位可不要小瞧这八先生 这可不是一般的百节动名 审护法无需解释 我们懂 还是继续往前吧 未完待续 出事了 今天到一手建立的摩天阁 竟被人看扁了 不管是长老 还是几个弟子的实力 都远远不够格 众人又到了一处宫殿 这位是阁主的伺徒弟明世英 你们应该见过 明世英目光一扫 别来打扰我睡觉 说完拉着穷奇走开了 各位 四先生就是这样 习惯就好 他可是阁主最得意的弟子 众人不屑一顾 最得意的弟子 就这点修为 那其他人得多拉紧 这时旁边的别院里面 传来悠扬的情声 各位止步 里面住着的是 阁主的九弟子慈渊 和十弟子海伯 众人点点头 这个还不错 至少有一技之长 他们的修为 也是百结冻名吗 正是 别看他们修为弱 但他们是最具天赋的 修行天才 还有 最好不要招惹他们 离开了别院 来到了皇城外 众人抬头看了过去 一位轻袍剑客 抱着长剑 迎风而立 旁边一名刀客 身背宝刀 沈西介绍道 这两位便是 阁主的大弟子和二弟子 右边是大先生于正海 刀法如火纯青 据我所知 还未有败绩 左边是二先生于上荣 剑法登风造极 曾多次跃击斩杀敌人 至今未尝一败 这吹得有点过分 那他二人要是对打呢 问得好 大先生与二先生多次切磋 至今没有分出胜负 众人本能地摇摇头 太假了 审护法 方便告知他们二人的修为吗 大先生 已入千界 具体多少命格 我也不太清楚 二先生 跟八先生一样 也是百结动明 但他的百结动明 非常厉害 然而众人听到百结动明时 心中又是一阵乌语 什么时候百结动明 也值得炫耀了 了解到现在 一众弟子就一个千界 他们有种被坑了的感觉 但转念一想 弟子们不强就不强吧 这里暂停一下 想谈恋爱的兄弟 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 满足你要求 还对你心动的女生 去牵手啊 不怕提要求 要求越多 帮你找得越准 找对象 就用牵手 反正不是抱他们的大腿 是要抱阁主的大腿 也就无所谓了 五先生和六先生 在金连世界居住 不再打他 三先生和陆吾 去了未知之地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众人露出惊讶之色 是寿皇陆吾吗 没错 陆吾已认三先生为主了 好家伙 终于冒出一个强者了 能降服陆吾的人 最起码是真人境界 这么说来 三先生才是摩天阁最强弟子 不是 若单论武力强弱 非大先生和二先生莫属 若论办事稳妥 非四先生莫属 那三先生是怎么相服如无的 当然是阁主清零 好吧 看来摩天阁的一切 全靠阁主在支撑 除了十位先生 摩天阁左右使 在江北道做善后事宜 善后事宜是什么意思 黑黄木耳铁勾结凶兽发动了战争 令大唐境内名不聊生 死伤无数 严左使和陆右使便各处帮助重建 众人同时点头 这一点还是令人佩服的 修行者往往不会参与普通人的事 哪怕战争爆发 修行者也是对位修行者 但看到这样心怀天下的修行者 还是会升起敬佩之心 对了 构建摩天阁符文通道的 是赵姑娘 她现在也在摩天阁 和叶姑娘商讨大型符文通道的事 众人再次点头 这摩天阁也算是人才济济 阁主说了 今后你们的事 由七先生安排 之前各位已经见过 就是那个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书生吗 你们可不要小瞧了她 她曾帮助大先生 一统金莲世界 是个不折不扣的高人 众人心中一动 敢问她修为几何 应该九夜修为 众人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很多事情 哪怕你夸得天花乱坠 若没有足够大的实力 说什么都没有 孙木回想起明诗音的话 敢问 九重殿殿主修为几何 司空殿主乃是十夜修为 也有可能跨入千界了 孙木不甘心地问道 那云山十二宗的宗主吗 应该和司空前辈差不多吧 搞了半天 竟全都是垃圾 沈溪看出众人的不屑 我有一句忠告 各位 千万不要以常理审视摩天阁 这时夏长秋出现在视野当中 夏关竹你怎么来 未完待续